大家好,欢迎来到新西藏,我是Coco 女人有意和你发展关系,一般都会默许你哪些行为呢? 第一点就是你可以牵手拥抱 如果一个女人打算和你发展关系,她不会拒绝你接近她 即使你和她有身体上的一种接触,她也不会介意的 女人的身体很敏感,不是亲密的爱人,是不能够让你碰的 当她默许你,你可以牵手抱她,甚至吻她的时候呢 说明她的心里是认可你的,愿意和你谈恋爱,一起生活 如果她不想和你深交的话呢,就不能让你碰她 就算你不小心碰到她了,她也会挺生气的 而且呢,对于你的一个挑逗行为,她也会很反感 甚至呢,不想见你,会和你保持很远的一种距离 女人是否真的想和你交往呢,取决于她的一个生理反应 男人呢,必须呢,读懂她的一个心术了 第二点呢,就是默许和她开暧昧的一种玩笑 你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玩笑,对谁都一样 但女人呢,不是这么认为的 对于女人来说,朋友之间开玩笑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不要太过分就好 如果她不喜欢你,哪怕呢,只是一个暧昧的玩笑 也会让她觉得很反感 女人呢,有自己的原则 只愿意和喜欢的男人,开暧昧的一种玩笑 第三点就是,可以默认呢,把她送回去 如果呢,女人默许你,可以送她回去 其实啊,是在给你暗示 你应该呢,主动的去追求她 又不愿意呢,这么快的离开你 说明她偷偷已经答应你了 男人在得到女人的一个默许 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了 细心的照顾她 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一个开始的 要知道,在女人的眼里 自己的一个住处是非常私密的一种地方 一般人是根本是无法触及的 第四点就是默许你加入她的一个朋友圈 如果一个女人喜欢你 她的一个内心是渴望和你交往的 希望呢,两个人的一个关系是可以得到公开 也是不会介意别人的看法 相反,她希望呢,别人知道 你们的一个关系是不一般的 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呢,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记得帮忙点击 订阅点赞加收藏转发 下期再见咯